全体目光向我看齐我宣布个字 今天我要大胆开麦 露一部即将在中秋国庆双结党上映的 比较有争议的新电影 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 之前我发了条微博 我说我就看了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的手印 我感觉这部电影真挺好看的 不诈骗 然后评论区就有点炸锅了 大家纷纷发起了质问 真的吗 我不信 当时呢我回复说说可以等我出一个视频 大伙看完再评估一下 所以就有了今天这期院线试读 按照惯例先给出一个我的观感总结 这是一部让我看完感觉五味杂陈的电影 我的感受就跟电影的片名差不多 看了前半段感觉 这确实好像也没咋沸腾 看到后半段感觉 嗯 来了就搁这呢 在这个双结党热血沸腾 值得一看 有魏祥扮演的篮球教练魏国征 在以前还是球员的时候 就是出了名的天之狂 直到自己身体天赋不好就玩命的练 只要练不死那就绑死练 后来人到中年成了篮球教练 他也依旧坚信 篮球比赛的终极追求就该是胜利 所以他只能赢不能输 无论用什么方式 后来因为魏国征和艾伦扮演的 自己的一生之敌发生了冲突 导致他违规受罚 必须去一个学校之教 不过这个学校就有点不一样 因为学校里的学生 都是患有智力障碍的特殊人士 而魏国征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带着这群特殊的球员 去征战即将开始的联赛 他们需要携手拼搏奋斗 这一路上魏国征 其实不仅仅是他们的教练 他也是一个患者 在相处的过程中 魏国征经历过崩溃绝望 但是他也在这些队员的身上 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和治愈 那以上我说的 就是这部电影的一个大致的剧情背景 为了避免剧透 我的故事梗概听起来可能会比较简单 那实际上电影本身的剧情 还是很丰富饱满的 我知道很多观众 现在一看着魏祥啊艾伦啊 等等一系列麻花的演员吧 心里边就开始打鼓 不过这次有两点 我必须得提前跟大伙说明白 首先热血沸腾的根本就不是麻花出品的 其次他也真的不是一部诈骗蓝品 电影人改编自一部口碑非常好的 西班牙获奖喜剧篮球冠军 虽然两部电影整体的剧情背景 故事框架都是相似的 但是这回热血沸腾的改编没有乱编 他做了不少更加本土化的调整和设计 原版确实也挺好看 但是从喜剧的角度讲 原版里的有些包袱台词笑料 可能并不是很适合带小孩一起看 另外原版中 男主之所以去一所特殊的学校代推 是因为酒驾撞了车 要么做18个月牢 要么去做9个月的社区服务 男主自然是选择了后者 以及原版中的智力残障人 是平时都是有工作的 那诸如这类原版的情节设定 如果不参照现实做一定的改动 那翻拍的话 在剧情上显然是很难服用的 所以势必也要做一些本土化的调整 还有对主角的人物设定 也做了一些改动 让魏国征这个角色 与这个特别的群体融入的更深 同时虽然这两个男主的人设 都是个性上有缺陷 但魏国征的缺陷点 更多都是由他人生的经历所造成的 而不是主观产生的 大伙看了原片就会知道 他的前半生经历 还是比较容易击中观众的情感共鸣的 还有结尾最后的高潮 关于总决赛最后一球的处理方式 两部电影不一样 属于是各有特色各有亮点 但是原版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热血沸腾并没有改 这也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欣赏 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那就是热血沸腾 也邀请了真正的智力障碍人士 来作为主角参演了这部电影 影片中的月亮 刘木齐和刘思博 他们三位都是现实生活中 真实的残障人士 其实大伙都知道 对于这样的特殊演员来说 不管是安排台词 还是镜头调度 肯定都会让拍摄的难度大幅增加 可是实际上成片出来 效果非常的好 甚至可以说是惊艳 很明显这就是演员们 以及所有的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大家一起付出了很多努力 才能收获到的一个好的结果 这背后的辛酸与汗水 不用他们自己说 观众一定会看得到 我为什么说 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 真的挺好看 首先就是因为它的故事性很强 虽然它是喜剧片 但是我个人其实更愿意 把它当成一部出彩的剧情片去看 在搞笑斗包负之外 它所呈现的更多的还是温暖与温情 影片用前30分钟 作为一个故事背景的搭建和情绪的铺垫 让大家先一起沉浸式的走入仁爱之家 跟魏国正一起走进这群特殊的群体 那之后的篇幅呢 影片就开始一步一步用篮球训练 比赛等等正经认真的剧情 逐渐抬高观众的情绪 电影没有急切的去追求 一上来就搞情感冲击商业效果 而是选择踏踏踏实实讲一个好故事 讲好一个故事 把想要传递的故事内核 慢慢的抽丝剥茧的呈现给观众 其次就是我觉得 各位演员在表演的层面上 也都挑不出啥毛病 我过去就说过 我个人是很喜欢魏祥的表演风格的 我认为他的表演方式和气质很特别 难以被模仿和取代 把他独特的个人风格 放在这部影片中也是非常合适的 魏国正这个蓝球教练 偏执 别扭 满肚子心眼巴 看着他为了胜利不择手段 看着他在与队员相处的时候 各种的挨手是各种崩溃 再看着他逐步的剖开内心 展露脆弱 不管是引人发笑 还是惹人怜爱 魏祥的演技都顺利的完成了这个任务 包括作为小配角登场的艾伦 他在片中的戏份比较少 基本就属于一个符号化的形象存在 被打失败过的人生赢家 所以被魏国正一直当作是一生之敌 让人感觉也是情有可原 毕竟光看外在的话 他是一个篮球教练 确实看起来比魏祥是个篮球教练合理多了 还有其他几个主演 也就是球队的队员们 表现也都是非常精彩 除了前面提到的三位真实的残障人士 另外几名扮演残障人士的演员 那一个个也是真有活儿 演的太真太像了 不会让观众在观影的时候 感到别扭或者说出戏 据说为了揣摩好角色 他们每个人都花了大量的时间 和真正的残障人士去相处去了解 是下了功夫的 那最后呢 我得再额外夸一下这部电影的气氛拿捏 非常得体 怎么解释得体这俩字呢 那就是 虽然电影将镜头聚焦在了特殊群体之上 但是电影的主旨 绝对不是要让观众们去怜悯他们 只是要让观众看到他们 那归根结底 热血沸腾还是一部剧情喜剧 所以从头到尾 电影都没有试图去强行删情 逼着你哭 相反他不断的用一个个情体 去展现特殊群体的努力 积极和坚强 影片里边有这样一段戏 是魏国正考虑到 如果想要让这群队员 在实力上能够真正的得到提升 那就该让他们去跟正常的球员打一场 于是他约了自己过去带的队员 安排了一场友谊赛 一开始那些球员就疯狂的放水 可他们的放水 他们的同行反而激怒了魏国正 毕竟在球场上全力以赴 才是给予对手最大的尊重 篮球这项竞技体育本身 是很容易让人热血沸腾的 当他搭配上一个 好像不那么热血沸腾的特殊的群体 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化学反应 这个化学反应会让人为之感动 为之振奋 结尾的那场总决赛 观众会自然而然的 因为他们的每一次进攻 每一次投篮 而感到紧张与激动 热血就像烧水一样 慢慢的攀升到了沸腾点 最后伴随着中场的烧声响起 伴随着整个球场的热闹与嘈杂 观众会也像魏国征一样 得到属于自己的情感询信 而且我感觉电影想要探讨和表达的 比我欲小的可能还要再深一层 在影片中 魏国征初期的时候 将智力障碍简称为智障 这让月光听了很是不爽 认为这是他对残疾人的侮辱和歧视 被批评之后 魏国征也是意识到了不妥 而后面也就是我上述提到的一段情节 魏国征率领球队 和之前带过的健全人的球队进行训练 月光看到了孩子们被虐得很惨 搅着这完全就是欺负人的 但这时的魏国征站出来距离力争 对魏国征和月光这两出剧情 电影并没有进行过多的着力渲染 但是我搅着这里是潜藏着深刻的表达的 就是除了让人们意识到 对残障人士要平等和尊重以外 还需要思考 到底怎么做 才是真正的完全的平视和尊重人 那么接下来画风一转 这部电影的毒性如何呢 首先是它的整体的故事框架谈不上多新颖 启程转合的节奏几乎都在预期之内 其次就是影片前期的节奏稍微一段慢 需要安静的坐下来了解整体的背景设定 失线了这个设定 后边的情绪就渐渐入戏了 另外就是魏祥一贯的表演风格 就是这种神经抽风挂的 我是吃这一套的 但是我猜肯定就是有人不习惯他的那种风格 不过还好 王志在里边的表演还是稳扎稳打类型的 非常知性美的一种存在 但魏祥大戏一镜一动也挺有意思 那最后呢还剩一个比较感性的问题了 就是电影的主题涉及到了残障人士 其实一开始看的时候 我这个思绪就有点飘了 就是对于残障人士表现出来的一些笑点 我到底是笑还是不笑啊 这就让我压力特别大 然后我就突然想起了 之前看的一个透口秀演员 大一就是说呢 我这么努力的表演 你还想这么多是不是看不起我 然后我就释然了 这毕竟就是一部喜剧啊 把包袱放下 以常规的视角和标准去欣赏他们的表演 那才是对他们最大的肯定 该笑的时候却胡思乱想 反而是一种不尊重和情势 我检讨一下 那综上所出 电影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 独性两星半 作为双结党的新片 也是唯一一部喜剧片 它还是很适合在节日放松下来 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去看一看 那么今天这期《院线试图》呢 就到这了 看完的同学可以点个赞 还想让我试试哪部新片 也欢迎推荐 我是刘老师 咱们下期见 好